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个体经济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 个体经济学第一讲 第一节序论 在这个序论当中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五节 第一节我们要介绍经济学的定义 经济学是什么 第二节要跟各位介绍 我们如何做决策 第三节要跟各位介绍经济模型 第四节要跟各位介绍经济学的限制 最后一节第五节 也跟各位介绍经济问题及解决的方法 最后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个案研究 好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今天的学习目标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让各位同学能够了解经济学的定义 以及经济学的重点 然后让各位了解经济学家如何思考问题 以及他们如何解决经济问题 再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一节经济学的定义 各位可以从经济学的定义当中了解经济学是什么东西 经济学是什么意思呢 经济学它是研究经济活动单位如何将有限的资源 作为一种适当的分配 让他们追求的目标能够达到最佳境界的一门社会科学 各位同学可以从这个定义里面看到 经济学它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不是自然科学 像老师今天坐在这个地方 我如果能够在短短的三十分钟之内 把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的概念 跟各位清楚的认识 清楚的介绍 那这个就是达到经济学的目的 因为经济学是研究我们如何把有限的时间 有限的资源做一种最适当的使用 最适当的分配 那我们研究的对象 可能是包括我们个人 也可能是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 研究的动机不一样 一个个人追求的目标 是希望他的资源 他的金钱花了以后 能够达到最满意的境界 在我们经济学上把它称为效用 那研究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商人 可能是一个厂商 厂商的目标是要追求赚最多的钱 所以我们在经济学上把它称为追求利润最大 如果是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就不一样 一个国家可能追求快速的经济成长 可能追求充分就业 可能追求物价稳定 可能追求国际收支平衡等等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谈到的资源是什么东西呢 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资源在经济学上通常是指四大生产因素 有土地 劳动 资本 企业家 这四大生产因素 各位可以看看这个地方可以显示出四个生产因素 我们如何把这有限资源做一种最适当的分配 这个是我们经济学所要研究的 那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哪一些呢 我们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 有的人是追求效用最大 有的人是追求利润最大 有些国家是追求经济成长 追求其他的一些目标 再下来我们特别提醒 经济学它不是自然科学 它是社会科学 所以自然科学它是可以多少投入 就可以多少产出 这是可以预期出来的 可是社会科学并不一样 它是研究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关系 所以一个政策推行下去 你没有办法预测它的结果一定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常常喜欢开玩笑 这个五个经济学家会有十个不同的看法 所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跟自然科学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提醒 经济学到底学什么东西 经济学的重点何在 很多同学学了经济学都对经济学没有兴趣 甚至于会害怕 因为他们不了解经济学的重点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图形 可以给各位做参考 各位可以看这个图形 在这个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 它主要是在介绍两条线 一条是需求线 一条是供给线 那这两条线各位如果了解了学会了 那经济学就被你学通了 两个东西可以决定 两条线可以决定一个柴货 它的价格跟数量 所以我们透过供给跟需求 那我们就可以来研究 整个经济学的这个重点 那如果以后我们有时间 还会带各位同学继续往上看 如果你要研究需求线 那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是消费者的行为 消费者关心有没有达到最大的效用 所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效用的概念 这个是在第二讲 那如果研究供给 这个供给是生产者的行为 生产者提供产品 那生产者的目标何在呢 它是追求最大的利润 所以我们要用利润作为出发点 这个是在第四讲以后 第五讲以后 我们才会跟各位介绍 在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第二节 我们如何做决策 经济学家在做决策的时候 他会做一些不同的思考 我们下列要提供十个原理原则 给同学们做参考 第一节 第一个原理是谈取舍的问题 我们经济学家 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会发现 当我把有限资源 拿来生产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舍弃了生产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采货的数量 所以这个是取舍的问题 第二个原理就是成本是他所放弃的代价 经济学家他在研究生产者的行为的时候 他常常会考虑到生产者花多少成本 这里的成本是指他投入的代价 那我们经济学家考虑的代价 除了包括他真正花的那些成本之外 他还考虑自己的时间 生产者因为牺牲自己的时间 牺牲自己的金钱 来照顾这个企业 那他这些也是一种代价 也要把它计算在成本里面 第三个原理是用边际的观念来思考问题 经济学家会经常用边际的概念 那什么叫边际呢 边际就是边缘 像老师坐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书坐的边缘 如果你考试刚好及格60分 及格边缘 及格的边际 如果你到海边去玩 这个海天连接那一刹那 那个就是边缘 就是边际 那我们经济学家会经常利用 这个边际的概念来研究 我要不要多生产这个东西 多生产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花多少钱 那收入多少 那两个之间权衡的结果 如果花得来 那你才会生产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 边际的概念 就是边缘的概念 第四个原理 就是对诱因有所反应 经济学家 他发现一个政策推行下去 那就会 他会研究这些人民 或者这个受影响的这些 这些生产者或者消费者 他有什么样的因应的策略 有什么样的这个行为反应 那这样也会影响到一个政策的这个离定 第五个原理 交易使每一个人会变成更好 所以我们经济学家就会赞成国与国之间的交易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这种交易 这样会让人彼此之间会获得这个更理想 第五个原理 是刚才谈到了交易使每一个人做得更好 再下来第六个原理 市场经济是建构经济活动的优良方式 我们这个经济体系最欣赏的就是市场经济 尽量的接受市场供需的这个力量 来引导人类的这个经济活动 所以市场经济是我们所尊重的 再下来第七个原理谈到政府 政府在我们这个经济体系 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政府他也能够改变市场 改变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 第八个生活水准决定于生产力 所以一个国家他要想办法提高 老百姓的这个生产力 就要去普及设学校 来让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能够提高 再下来第六个第九个谈到政府 因为更多钞票会造成物价上涨 所以我们政府通常会适当的去控制物价 但是各位同学要注意 物价上涨跟货币只是有一些关系 不是绝对的关系 如果是绝对关系 那每一个国家都不会有物价上涨的问题 我们再去控制货币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同学只是说要有一种观念 货币会多多少少跟物价有一点关系 但是不是绝对英国的关系 第十个最后一个是 社会会面临取抉择取舍抵患的问题 常常想要追求快速的经济成长 就会造成这个通货膨胀 像这个地方通货膨胀跟失业两个之间 会有抵患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几个原理原则 以上是我们跟各位研究如何做决策 这个是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 好 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 第三节经济模型 经济现象实在是非常复杂 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 要让同学们能够了解 实在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经济学家就用一个模型 来让各位看出来 它的确变成非常非常的简化 所以模型就是把复杂的现象 用简单的数学或者图像 来跟各位表示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图形 从这个图形里面 可以让各位了解 复杂的经济现象如何让它简化 在这个图形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左边是厂商一个生产者 右边是一个消费者 或者是一个家庭 或者家计单位 这两个是我们经济体系当中 参与最多的活动者 那厂商它可以跟 这个生产因素有关系 也可以跟商品服务市场有关系 同样的我们家计单位 或者消费者 它也可能跟商品跟服务市场有关系 也可能跟生产因素市场有关系 那厂商是提供产品 所以在这个上面的商品跟服务市场 厂商就变成是一个供给者 那我们消费者是需要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消费者就是这个商品市场的需求者 一个供给一个需求 那构成整个经济的活动 那下面这个因素市场也是一样 厂商它是需要生产因素来帮它生产 所以它是需求者 那我们消费者或者家庭 它是提供生产因素 提供土地劳动资本这些资源 给因素市场 给生产者 所以消费者是因素市场的提供者 供给面 厂商是因素市场的需求者 需求面 所以在这个因素市场里面 同样的道理也有供给跟需求 两个力量 所以我们经济学 不管是哪一个市场 都是在研究需要跟供给 这两方面的力量 供给跟需要两方面的力量 就构成我们整个经济的体系 所以我们的经济问题 经济现象那么的复杂 那经济学家就利用这个简单的图形 或者用简单的数学符号 来跟各位表示 所以我们在经济学里面 就经常会看到数学符号 看到一些图形 这些都是要把复杂的经济现象 让它简化 让同学们能够了解 经济是什么东西 在接下来第四节 经济学的限制 我们学经济学 到底要注意哪一些呢 这个就是经济学的限制 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不要犯这个权篇之物 什么叫权篇之物呢 就是以权盖篇的错误 或者以偏盖权的错误 像权体认为好的 比如说农作物丰收 是非常好的现象 可是就个别的农民来讲 好不好呢 古建商农 农作物丰收 这些产品的价格会暴跌 农民会受罪受苦 所以说权体认为好的事情 个体不一定是好 你如果认为就整体是很好 就个体一定是也很好 那就犯了权篇之物 倒过来也不能犯这个 以偏盖权之物 个人认为好的事情 你就认为权体是好 这个也是错误的 比如说节俭是一个美德 那如果我们大家钱都不用 都把它储蓄起来 那就整个社会来讲 不一定很好 因为没有人消费 那就不会有人生产 那经济体系就会萎缩 所以说个人以为好的事情 就整体不一定是好 所以要看情况 不能说一味的 认为权体是好 个体是好 个体是好 权体就认为是好 如果这样 那你就犯了权篇之物 所以我们学经济学要注意 不要避免这种错误 除此之外 各位要避免犯这个因果之物 道因为果或者道果为因 都是一种错误 像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 货币数量发行增加了 那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 造成物价上涨 那你如果认为 物价上涨的原因 绝对是因为货币数量发行太多 那这个就犯了因果之物 其实物价上涨原因非常多 货币数量发行太多 可能是形成的原因之一 物价上涨可能是因为油价上涨 可能是因为进口的东西上涨 很多很多因素造成的 所以各位同学千万不要把这个因果 把它搞混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犯了因果之物 再下来第五节 经济问题及解决方法 经济的现象 经济的问题那么的多 那我们通常可以把它简化 有的人喜欢用三个W来表示 有的人喜欢用四个W来表示 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出三个W 给各位做参考 第一个W就是What 生产什么东西 我们要解决人类的经济问题 首先就是要研究 我们这个社会到底生产什么东西 需要什么东西 那再下来就是要研究如何生产 到底是多用劳动来生产 还是多用这个资本设备来生产 这个是如何生产的问题 那我们社会还会面临第三个问题 就是For whom 为谁生产 生产出来的以后 要分配给谁 生产出来的东西 是全部给老板呢 还是全部给劳工呢 两者之间如何的分配 也可能会造成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们经济学上 经常碰到三个W 第一个W就是What 要生产什么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For whom 这个涉及到生产的问题 How如何生产 这个涉及到生产的问题 第三个For whom是指 生产出来以后分配给谁 那如果分配的不好 会造成分配不均 会造成社会的问题 刚才第五节 我们有谈到这个三个W的问题 我们经济学研究的时候 需要考虑这三个W 生产什么What 如何生产How 为谁生产For whom 那我们可以借着下面的生产可能表 以及生产可能性得到非常清楚的认识 在这个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生产者他把他的一定的这个投入 一定的资源拿来生产两个东西 假设一个是食物 一个是枪炮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如果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拿来生产民生必需品 有二十一个单位 如果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拿来生产枪炮 只有六个单位 这个是两个是极端的情况 那介于中间 可是中间的一些调整的过程 比如说我现在不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来生产食物 我可以移动一些资源 拿来生产这个军事用品 一个枪炮 那我的食物就变成二十一个 就变成二十个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你生产枪炮的时候 你所牺牲的食物是一个 再接下来 假设我要把资源再移动 再多生产一个单位的枪炮的时候 那我的食物就会有二十降成十八 降成两个 我们可以从这里这样慢慢地看出 这个两个之间是互相有受到限制 多生产枪炮 你就会少生产食物 这个是可以让各位了解 生产的时候的确是会受到限制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表化成图形 那就得到一个生产可能限 在这个生产可能线上 各位同学注意看 在这个线上你可以发现 我们刚才的表 极端的情况 所有的东西都来生产食物 就是在这个A点 另外一个极端 所有的东西都来生产枪炮 就是那个G这一点 生产六个枪炮 那中间就是它的各种可能情况 那你可以发现 我们可不可能生产到N那一点呢 线外面呢 不可能 因为你的资源是有限 你的技术是有限 你最多只能生产这个线上的 各种可能的点 好 同学们也可以思考 那如果线里面的点能不能达到呢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的资源跟技术 是可以达到里面的 但是这个表示 你并没有把你的资源技术 做一个最大的发挥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跟各位继续思考 有关如何解决这个经济问题的方法 同学们 我们刚才在生产可能线上 看到一个国家 它的资源可能生产枪炮 可能生产食物 这两样东西 那究竟如何生产呢 如何解决这个生产的问题呢 那每一个国家用的方法不一样 有一些国家 它是用管制经济 它是完全由中央政府来决定 这个国家到底要生产什么东西 它的目标到底怎么样 这种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国家 它解决经济的问题 是利用管制经济的方式 还有一些民主国家 它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 来解决经济问题 如果市场需要这个东西 它就有人生产 如果市场不需要这个东西 就没有人生产 这个就退出 这个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 那通常民主国家 是比较偏向于市场经济 共产国家是比较偏向于管制经济 不过实际上多多少少 政府会适当的介入 所以我们现在实行的经济制度 大概通常是介于两个之间的 混合经济制度 混合经济体系 像我们就是属于一种 混合经济体系 只是说每一个国家 政府介入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在接下来 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同学们 这个经济学的重点 我们上次跟各位谈到这个图形 经济学学了半天 其实它是在学需要跟供给 这两条线 那我们刚才跟各位说过了 这个是代表消费者的行为 不管是市场 因素市场也好 或者商品市场也好 都可能有人对这个东西有需求 我们这个地方谈到X 是指商品市场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生产因素市场 各位同学可以自己去想象 以后我们会有机会跟各位介绍 这个产品市场以外的那个因素市场的问题 这个地方这个产品市场 它的需要是属于消费者的行为 那消费者关心效用 那我们要跟各位谈到 效用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程度 它有两种表示方式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可以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 这个就是所谓的激素效用 那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用无语曲线分析来表示 这个就是叙述效用的概念 那我们先介绍传统的 这种激素效用的概念 那强调效用是可以衡量 而且可以相加 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总效用 平均效用 边际效用三个概念 那无语曲线分析法 它是介绍两个工具 我们下一节会跟各位谈到 一个是无语曲线 一个是预算线 这两个工具 它们的目标都是要来 跟各位推向需求线 不管是哪一边 传统的方法也好 最后要跟各位引申出需求线 那修正的方法 也要跟各位介绍出需求线 所以我们经济学学了半天 就是要教导各位 如何用一些工具 来引申出需求线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面 有关供给面 这是研究生产者的行为 生产者的行为动机何在 跟消费者不一样 消费者是追求效用最大 左边的U是效用 那我们现在右边这个 Pi是代表利润 生产者是追求利润最大 那利润怎么算呢 利润是收入跟成本相减 这个R代表收入 C代表成本 那我们经济学家 任何一个变数都喜欢 用三种观念来跟各位讲 像这个地方的收入 介绍了三个概念 总收入 平均收入 边际收入 同理类推成本也是一样 介绍了三个概念 总成本 平均成本 边际成本 那我们可以利用 他们的观念来 引申出供给线 所以我们经济学家 除了研究需求线之外 还会研究这个供给线 这个供给线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像这个剪刀的两个骨一样 一个是需求 一个是供给 这两边合在一起 才能够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剪刀式的价值理论 我们经济学学了半天 就在研究这个剪刀式的价值理论 希望同学们能够充分的认识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经济学 做了一个扼要的介绍了 我们跟各位介绍经济学的定义 经济学的种类 大概介绍经济问题 要碰到哪一些 那怎么解决 那最重要的同学 一定要记住经济学的重点 我们一直跟各位强调 经济学其实就在研究 供给需要两条线而已 那各位同学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两条线怎么来的 把它记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各案研究 接下来我们跟各位研究 实用的这个问题 我们曾经跟各位说 经济问题怎么解决呢 可以透过管制的方法 也可以透过市场的方法 市场经济 就是尊重市场的供给需要 两个力量 像我们大学教育 是不是可以完全尊重市场经济的方式 让他需要念大学的人 我们就设立学校 那不需要的时候 就把生产出来的东西 把它丢掉呢 如果这样的话 那大学教育就变成商业化了 商业化的结果 他的后遗症是非常大的 因为一个人在世上 活了平均七八十岁以上 那他结婚生子 养育众生 影响是千百年以上的 那如果大学教育商品化了 那他的结果就造成 社会非常重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 大学教育是跟一般商品不一样 不能用市场的方式来经营 应该很审慎的考虑 不能够用自由放任的方式 让他该开的时候开 那退的时候就退 那这样会引起非常重大的后遗症 所以我一直觉得 大学教育不能够市场经营的方式 不能够任凭他放任的经营 应该要慎重地思考 希望经济问题 能够用比较理性的方法来解决 这样对我们社会的影响 才是正面的 那我们非常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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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